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做的是东北小吃,波锥烧饼 在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它口感是比较好的 外面比较脆,里面比较松软,特别香 首先准备中筋面粉,150克 再加10克油,加上油之后这个面团会更润,不那么容易硬 拌匀后,加2克干酵母 现在天凉,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匀 让每个地方都有酵母 然后准备温水90克 这个温水的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0度 另外咱们用水的时候可以用开水去拌 拌到自己摸着舒服,再来和面 这样就能保证酵母菌不受到伤害 和好的面团发酵效果也会更好 面团揉好之后,保证表面光滑,不窝水,没有干块 然后包起来发面 如果家里面有老面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用老面制作 就不需要发酵 面团已经发好了,发好之后会变得更加松软 撒上一些干粉,咱们把这个面团放上去之后 简单揉制即可 只是简单的收拾一下,把这个气稍微压一压就可以 因为用的是中筋面粉,稍微揉的时间长一点 这个面筋比较紧张,咱们后期擀面的时候擀不开 就像咱们很多朋友在擀饺子皮 为什么擀好之后,它就缩回去变小了 就是因为面筋比较紧张,所以咱们在做面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面皮擀好之后,尽量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厚薄大致差不多,然后咱们抹上香油 香油的时候两边不要抹 准备一些调料,这里有盐,十三香,也可以用花椒粉 香粉都可以 味道自己调,但是在撒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撒匀 先把一头面皮折过来 叠的时候叠到中间,然后两边给它扯开,拉平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叠上去之后给它拉得一样大 这样做好两边才对称 这一步做好之后,咱们翻过来给它掉个头 先用手轻轻地按一下,主要是把里面的气泡赶出来 再用擀面杖在上面滚平,滚的时候不用特别用力 只是给它做一个平面 接着把两边不齐的地方稍微给它去掉一点 主要是保证咱们切出来的块大小一致 块的宽度大概在4-5公分 当然咱们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切小一点切大一点 其实没什么所谓 就是要保证每一个都一样大就好 一样大咱们放上去它就不对称 然后把切好的条三个叠在一起 这一步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在叠的时候不要用力去压中间 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 然后用筷子拿起来夹住 把两头给它夹紧 夹着一下要稍微用力一点 尽量把这个位置全部捏死 一个是给它做造型 再一个咱们做好的造型不容易散开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给它捏牢 这样一个基本造型就算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挺好看 然后用擀面杖轻压 压的时候只是给它压平面 然后用擀面杖稍微给它擀扁一点 擀的时候不要过扁 这个厚度大概在8毫米左右 这样一个就做好了 然后直接放到烤盘里 稍微立得远一点不要太近 然后还需要准备糖水或者是蜂蜜 用刷子沾上在上面轻轻的刷一层 刷的时候不用太多 最后撒上白芝麻 这样全部工作完成 咱们需要预热烤箱 上火150下火140 预热10分钟 要提醒大家之所以用这个温度 主要是让它发酵的更好 里面会更加松软 放到烤箱之后还是用一样的温度 烤的时间18-20分钟 如果想让外皮更脆 可以多烤几分钟 尽量不要做的太老 不然会变硬 烤好以后表面颜色微黄 拨锥烧饼就算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造型还OK 热吃外面这一层非常脆 里面又非常松软 咸香好吃 外面这一层也不会过甜 想学做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说到的地方 尤其是后面这个温度 千万不要太高 温度太高 咱们烤出来就是两种口感 变硬 而且不松软 口感特别差 喜欢吃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照着做一次 真的非常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